近两年在上海的小马路上 各种主题市集在上海层出不穷 作为区别于商圈街区购物的消费新场景 特色市集的主题变化 见证着城市业态变化 也展示着人们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傍晚时分 在上海焚羊路街边 一场转角音乐会 与过往的市民游客不期而遇 二胡 琵琶 鼓针 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 与吉他 小提琴等夕阳乐器碰撞 演奏出众多热门曲目 让不少市民在下班途中 收获这份惊喜的同时 也能增进对周边街区的了解 亲眼看到他们弹套乐器的这种感觉 还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当中参与进来 可能有些人停留个三五分钟 就能感受到 多元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元素吧 很好的把不同的人 就是可能相聚到一起 而当夜幕降临 黄浦江边的落日音乐会也热闹了起来 不远处的吹吹风市集 则汇集了百瑜家创意品牌 他们关注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小型骑行挑战赛 手工艳花服饰等特色摊位 都吸引了许多消费者排队体验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体验型的项目 这种是可以属于可以上手操作的 我觉得确实这个市集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吧 感受一些更加多元的生活方式 市集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次马路生活节市集邀请的摊主 大多都是便商品牌 他们此前和粉丝采用线上互动的方式 来构建社群文化 这次来到市集 除了营业额明显增长 品牌也通过线下交流 不断改进产品 吸引了一批新的消费者 这样一些创意产品 也是通过本次市集打开了销路 据我们统计 本次市集日均的人流量 突破了2.1万人次 日均营业额也突破了40万元 是本场地其他活动的 大概3到5倍左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